男人被躲避警察的抓捕,跑到超市里鸣枪视警,赶跑所有客人,不挟持人质,不知道他想干嘛,只见他拿起一个一块钱的打火机,打着火后用胶带粘住开关,然后又拆开一袋面粉,撒向空中,接着把打火机扔了出去,产生了巨大的粉尘爆炸,至于他的警察全都被挡在外面,接着他从后门逃走,又碰见漂亮的女警花抓他,男人也毫不客气,利用伸手将警花抓他。 可谁知,警花却说自己是他的前女友,还让他继续执行任务,可男人并没有见过警花,而且这个任务是怎么回事?原来,男人叫阿峰,隶属于香港拆弹部队,三天前,他们接到报警,一个男人绑架了他的前女友和现任男友,并在他们身上装了定时炸弹,阿峰和好友老刘奉命过来拆除炸弹, 两人刚进到屋里,就感觉这个炸弹不对劲,打开炸弹铁盒发现,这两个炸弹的设置完全一样,需要同时拆除,否则任何一个先报,另一个也会跟着报。 最需要注意的是,同时剪断炸弹电源线的时间相差不能超过四分之一秒,阿峰让老刘给他一个时间节奏。 凭借两人多年的默契,炸弹被成功拆除,然而,就在他们收队时发生了意外,阿峰看到一只猫被关在微波炉里,燃起同情心的他,打开微波炉将放猫出来,甚至,猫下面是一个压力炸弹,猫刚一动,瞬间引发大爆炸,阿峰虽然命大活了下来,但他的一条腿却被炸断。 不过阿峰没有绝望和怨恨不公,并且还下觉醒,重回拆弹部队,当唯一一名断腿的拆弹专家。 但想回归警队,哪能这么容易,普通人都需要刻苦的训练,何况断了一条腿的阿峰。 阿峰也深知这一点,想要通过拼命训练恢复以前的身手,可刚装上甲制的他,连路都走不好,雅玲也是刚举几个就没了力气。 直到他看到一面镜子,他把那条好腿放在镜子前,这样他就感觉自己拥有一双健康的腿。 自信心找回来的他,开始更加拼命练习,渐渐的他可以自己走路,跳绳也是越来越快,摔倒了没关系,站起来继续。 接下来,再练深蹲,大腿,腹肌,一直到800米冲刺速度达到2分21秒,已经超过了警队的要求。 阿峰认为,自己完全达到了回归警队的要求,但上级却直接拒绝了他,认为他的断腿不仅会连累队友,对市民也不负责,决定将他转为文职。 阿峰听后怒了,自己为拆弹搭上了一条腿,为了回归警队,没日没夜的训练,现在你们却嫌弃我是残疾,把我调到文职。 忍无可忍的阿峰在拆弹部队的表彰大会上,高举不公平的调服,他要通过在场的记者, 让全世界都知道自己遭受的不公平待遇。 然而此日,香港所有的媒体都报道他当天是在袭警,对他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只字不提,阿峰彻底怒了。 再加上老刘也说,他这样做不对,不支持他投诉,阿峰失去了理智,两人大吵一架。 阿峰感觉全世界都在背叛他,从那一天,阿峰彻底消失了,直到五年后,阿峰再次出现。 他一身黑衣将一个胯包放在储物柜里后离开。 不久,一个戴眼镜的博士生拿走了胯包,然后来到香港教育统筹局,直接按下炸弹开关。 巨大的爆炸炸死了十几名无辜的市民。 爆炸发生后,警察局长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,同时叫来小林研究案情。 警方调查得知,博士生的女友半年前跳楼自杀,让他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心理。 于是,一个叫复生会的组织找到了他。 经调查复生会是一个极端组织,这个组织一直在向少数仇视社会人员提恐怖袭击的炸弹。 同时,警方还查到这个组织有两个首脑,一个叫马世军,名不其实的富二代,早年就仇视社会策划多起恐怖袭击。 五年前遣回香港,同时,他还经常联系一个叫大卫的人,警方怀疑他是另一个首脑,但却查不出大卫的任何信息。 并且有消息称,马世军调来几十个恐怖组织人员,策划一起更大的恐怖袭击。 上期决定让小林逮捕马世军,并调查大卫的真实身份。 然而,小林还没开始调查,阿峰又继续策划了另一起爆炸案。 他将装有炸弹的亮灯台推到宴会的主席台上,然而当他离开的时候,却意外被酒店保镖拦住。 阿峰急于脱身,将保镖打晕,但他的行为也被安保室的领导发现,领导立即派人抓捕阿峰。 阿峰从电梯井爬出来,爬进另外一部电梯,然而当他出来后,依旧甩不掉身后追他的保安。 情急之下,他跑进一间房间,眼见会场主席就要启动亮灯开关。 阿峰无奈,只能飞身一跃,跳进楼下的泳池。 他刚入水,主席启动亮灯仪式。 整个会场的人死伤无数,阿峰也被巨大的冲击波先飞晕了过去。 小林带队来到现场,见到消失五年的阿峰,十分惊讶,随即将他送进医院抢救。 同时,警局高层进行内部会议,通过视频可以确定,阿峰就是策划安装炸弹的凶手。 但曾经的警戒英雄,怎么会在五年间变成了恐怖袭击的炸弹客? 为了避嫌,局长让众案组李斯尔审问阿峰是否还有同伙。 但醒过来的阿峰,却因为脑部受伤严重,导致创伤性失忆,只记得基本的生活技巧,其余的全部都忘了,包括自己的名字。 医生解释道,这样失忆的病人很容易受外界的影响,会重新建立一个是非观,甚至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人。 小林知道后,决定执行一个绝密的计划。 与此同时,不成会的首脑马士军会见了自己的手下,决定执行他的恐怖袭击计划。 但这个计划没有阿峰不行,必须要把他从医院救出来,难道阿峰真是恐怖分子? 另一边,从医院醒来的阿峰大脑里总是浮现出各种记忆碎片。 为了找到自己失去的记忆,他趁警察不注意将对方打倒。 逃跑时,遇见过来劫走他的副生会成员,他们随即和警察交上了火。 但阿峰谁也不相信,独自跑到医院假知识,抢下一副假之后,跳下二楼,劫持一辆汽车逃走。 随后用司机的身份证买了一部手机和电话卡,给他记忆里出现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。 电话那头正是小玲,但小玲并没有接。 随后,阿峰来到网吧查看自己的真实身份信息,在网上得知自己原来是拆弹专家,失去的记忆也回来了一些,并拍下警察好友老刘的照片。 这时,警察通过监控得知,阿峰进了网吧,过来抓他。 阿峰看到警察后,开始了生死大逃亡。 李瑟在后面紧追不舍,两人一路从房顶追到大街上,又追到步行街。 直到阿峰闯进一家超市,利用粉尘爆炸逃脱追捕。 但他却在后门遇见了小玲,小玲表示自己在帮他。 你刚才给我打过电话,随后用阿峰的手机拨通了自己的手机,验证真假。 接着,小玲引开追阿峰的警察,必然阿峰快走,自己会主动找他,告诉他执行任务的真相。 阿峰也在最后时刻,想起他就是记忆里的女孩小玲。 当晚,小玲就与阿峰见面,告诉他任务的真相。 其实,阿峰是警方安插在复生会的卧底,而自己不仅是他的前女友,也是他的联络人。 因为当年,阿峰被警方拒绝归队后,已经产生了仇恨社会的倾向。 而这一点正好符合复生会的入会要求,于是上级就指派阿峰进行卧底。 如果能摧毁复生会组织,就让阿峰回归拆弹部队。 其实,酒店爆炸当晚,阿峰是去拆炸弹,不是装炸弹。 但这个消息只有他自己知道,阿峰听到这些有些相信小玲的话。 随后,小玲又带着阿峰去他之前住的家看看。 阿峰进入房间,里面摆放着各种甲质和止痛药。 这下他彻底相信了小玲的话。 随后,小玲对阿峰说, 从复生会不惜代价救你出去,就代表着你是复生会的重要成员。 如果能继续卧底,任务肯定能成功。 看着小玲真诚的眼神,阿峰心动了,决定帮小玲继续卧底复生会。 然而,刚才温情的背后却是谎言,这一切都是小玲的计划。 原来当时阿峰被炸失忆后,小玲让上级找专业的医生, 在阿峰的大脑里重新植入一段新的记忆, 让阿峰认为自己就是警方派去的卧底。 其实,阿峰的真实身份, 就是因为当年仇视社会被复生会选中, 成为了恐怖分子。 而小玲之所以让阿峰执行这个任务, 一方面,是想让阿峰为爆炸案死去的人赎罪, 另一方面,是想劝阿峰再回警队。 另一边,阿峰凭借之前的记忆找到了复生会的暗网, 并且联系上了里面的成员, 他们家阿峰接到了秘密基地, 里面的人对他都非常的好。 虽然马士军不在基地里面, 但他也会打来视频电话, 欢迎阿峰归来。 但在接电话之前, 众人都把手机装进屏蔽信号的袋子里, 而阿峰还带有一块装有窃听器的手表, 可以供小玲监听。 不久,马士军打来视频电话, 他称,自己马上就会把大魏运来香港, 并才复生日时,执行恐怖袭击计划。 阿峰这才看清原来大魏不是一个人, 而是二战时期的核弹, 马士军正是要毁灭整个香港。 前后马士军挂断电话, 同伙阿超提醒阿峰, 近期不要回家, 因为他家到处都是警察。 这是阿峰看到视频里的家, 并不是小玲带他去的那个家, 难道小玲在欺骗他? 阿峰再次感受到被欺骗的滋味, 同时这里的人对他都非常好, 阿峰觉得这里才是属于他的地方, 黑化的他把手表放进屏蔽弹中, 让小玲跟他断了联系。 随后, 阿超让阿峰看大屏幕, 他们给警察准备了一道开胃小菜, 在广场上安放了一枚定时炸弹, 老刘封面去拆除, 但大楼上一名狙击手已经瞄准了他, 一名警察毫无防备的给老刘送工具, 回来时被狙击手一枪打倒, 接着狙击手又补几枪, 但只是打驱干, 不打致命为止, 目的就是为了折磨警察, 观看直播的汉匪们丧心病狂的大笑, 只有阿凤为牺牲的同事痛心不已, 这一刻, 他终于决定弃暗同名, 铲除这群祸害香港的人渣, 同时, 在大楼上的狙击手, 竟老刘不受外界影响, 专心拆炸弹又朝他开箱, 好在防护服的防弹效果极强, 子弹短时间内打不透, 老刘忍着剧痛继续拆除炸弹, 而小玲也发现狙击手的位置, 带人跑上大楼将狙击手打死, 同一时间, 老刘完成拆弹任务, 但两名警察却被狙击手打死, 阿凤深深给他们敬了一个军礼, 发誓, 一定要抓住幕后首脑马世军, 晚上, 他悄悄溜出复生会, 找到小玲, 将马世军带核弹来香港的消息, 告诉了他, 可是他却不知道, 核弹具体要放在哪个位置引爆, 他会回去继续进行这个卧底计划, 但没想到, 他在第二天被复生会的人绑到车里, 带到一个废弃的仓库, 马世军正在里面等他, 原来, 马世军并不放心阿凤, 派人偷拍了他和小玲见面的照片, 但现在, 阿凤只求马世军放弃复生日袭击计划, 不要杀害无辜的居民, 但马世军却大骂阿凤变了, 当年是他仇恨社会, 并且找到了他, 创建了复生会, 一起报复这个不公平的社会, 现在为什么又要停止, 忘了初心, 但阿凤不管马世军说什么, 他现在就是要停止恐袭, 马世军表示不可能, 核弹已经运到香港, 今天就是复生日, 恐怖袭击现在开始, 接着, 马世军在阿凤的脖子上, 锁上一个定时炸弹, 然后带着人和核弹, 去原定位置安装炸弹, 他们刚走, 阿凤也想起他们要炸的地方, 是国际金融中心, 因为这个地方是他当年选的, 当小玲带顿过来救他的时候, 阿凤立即让他们, 去国际金融中心疏散人群, 拆除炸弹, 同时, 老刘留下来拆除阿凤脖子上的炸弹, 这次炸弹的解法有两种, 分别是密码排列和颜色匹配, 但每一种又有1992种排列顺序, 老刘根本来不及实验, 但他愿意陪阿凤留在最后, 关键时刻, 阿凤想起颜色排列的顺序是红色, 老刘在倒计时时, 最后一秒解开了锁, 两人疯狂跑了出去, 但他们来不及庆祝, 又疯狂跑去国际金融中心, 另一边, 马仕军兵分两路, 一边去国际金融中心地下停车场, 安放炸弹炸大楼, 一边去地铁站的控制中心截停地铁, 在地铁里安装核弹, 马仕军占领地铁控制室后, 劫持人质和警察对峙, 阿凤这边凭借之前的记忆响起, 付生日不仅是炸国际金融中心, 还计划炸掉整个国际机场, 他们会把炸弹分为三组装进地铁里, 前两组炸弹会停放在香港重要建筑位置下, 而带核弹的车头会开到国际机场, 只要核弹爆炸, 就会引爆其他两组炸弹, 这样整个香港将会被毁灭, 现在复兴会的人已经把核弹装进了地铁上, 情况已经万分紧急, 并且地铁控制室已经被马仕军占领, 根本无法截停地铁, 难道香港真的会覆灭吗? 当然不可能, 在国际机融中心的警察找到了复生会要引爆的两车炸弹, 阻止了爆炸发生, 阿峰知道这个消息好, 让小林无论如何占领地铁控制中心, 把地铁截停到青马大桥, 然后让人将国际机融中心里的两辆炸弹车, 放在青马大桥的前后两端, 然后引爆炸弹, 将带有核弹的地铁炸到大海里, 这样就能减少最少的损失, 也能防止核辐射扩散, 众人立即用直升飞机将炸弹车运到青马大桥上, 阿峰和老刘分别在大桥的两端捆炸弹引线, 到时两人会合, 同时点燃引线, 但有一个重要问题, 必须要精确到他们离开大桥的时间, 因为离开桥面不及时的话, 核弹引爆的冲击波会把他俩炸死, 此时, 李子尔带队冲进马士军占领的地铁控制室, 将对方全部歼灭, 然而还是不能截停地铁, 马士军亲自驾驶地铁前进, 仅剩一分二十秒到达青马大桥, 然而阿峰这边有时间布置引线, 却没时间逃离到安全区域, 最后为了兄弟也是为了赎罪, 阿峰让老刘先走, 自己留下来炸青马大桥, 一生兄弟无需再严, 老刘登上了接他们的飞机, 当马士军开地铁来到青马大桥时, 阿峰按动炸弹按钮, 就这样, 阿峰跟马士军同归于尽, 这一刻虽然他死了, 但灵魂得到了救赎,